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现在,迪丽热巴的遭遇,揭开了多少内娱男星无力的遮羞布? 身高,168,体重94斤。这样的姑娘,你觉得抱起来重吗? 让我们来看看新疆大美女迪丽热巴的悲惨遭遇。 演员迪丽热巴,每次拍戏都会遭遇一种尴尬,男演员抱不动她。 个个坚持不到20秒,就一头大汗,只喊太重。 仿佛怀中抱的是驼升铁。 甚至连身高,191的高尾光,在拍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时。 一顿公主抱下来,也是表情痛苦,垂胸顿足。 尽管不排除男演员在片场有开玩笑的夸张成分。 可次数多了。 迪丽热巴本人难免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太重。 但是,迪丽热巴168的身高,体重不到100斤。 究竟是她太重? 还是男演员们太虚? 关于这个疑问,下面要有请吴磊来回答。 在电视剧《长歌行》里,两人有大量公主抱戏份。 然而,不管NG多少次。 吴磊都面不改色,就算抱着走路,也是四平八稳。 《长歌行》吴磊和迪丽热巴。 后来迪丽热巴在接受采访时, 说出了一个秘密,吴磊竟然是第一个把她抱起来后, 没有进行过体重吐槽的男演员。 有记者向吴磊求证。 她的一句话,不知打红多少男明星的脸。 我只是具备了一个成年男子正常的力量。 迪丽热巴的窘迫,于是揭开了一些男明星无能为力的遮羞布。 一个100斤不到的女演员,为什么让她们如临大敌? 有两个深埋的疑问,是时候该回答了。 一、内鱼男星,为何会无力? 当年,有媒体用经典粤菜白斩鸡,来形容中国男族们那些白花花的肥肚男。 其实内鱼才是白斩鸡的重点孵化场。 比如夏图沈腾叔叔腹部那一轮肉折子,曾经一度熔灯热搜。 2019年黄磊和严妮主演了部叫狗眼看人心的电影。 但好好的一场激情戏。 黄磊的大肚男一出,立刻就让人进入了闲者时间。 内鱼男星们的身材管理有多令人发指。 不巴不知道。 你以为的精壮汉子刘烟。 在电视剧《老男孩》里。 一颗三十多岁的头,配了负四五十岁的身材。 零更新二十六岁时和周东宇主演同桌的你。 突出的肚子,白嫩软肥。 两人在一起的画面。 简直不忍直视。 最著名的案例是潘岳明。 四板鬼吹灯胡八一放在一起。 为潘叔,真有骨在潘家圆摆地摊的大业气质。 当然,也不是说其他三人有多好。 看起来灵肥肉的老干部尽东,瘦是瘦。 却架不住肌肉不够饱满,瘦得单薄干扁。 所以,再看那些身材管理得当的男星。 无垒片场露出的剑子肉。 似乎说明了为什么他会拥有一个正常男人的力量。 行走的荷尔蒙彭于燕。 健硕的身材,发达的肌肉。 再快本他一个快速爬绳的动作, 惊得杨幂不敢相信。 表面看,这是一个明星身材管理的问题。 但甩到片场。 就是身体素质影响拍摄的问题, 毕竟100斤的迪力热巴也不重要。 如果再往里深究。 甚至还能上纲上线到职业态度。 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